池袋未必是旅游首選 相比新宿和涉谷 池袋名气不大、人气不高 可能因为交通方便和酒店房租较便宜 令到游客到访池袋 池袋不是首選 是池袋这个地方的宿命 现在池袋火车站乘客使用人数 是世界第三位 这个名字也是池袋 不是首选这个宿命所带来的 一百年前 池袋只是一大片坊地 一大片树林 池袋令池袋命运一百八十度转变 相反池袋也令池袋路线变成K形 最深日本第三集为你介绍 池袋这个地方并不是首选 这个宿命的来龙去默 70年代落成的Sunshine60 是当时东洋最高的大厦 但它的背后就是基压二战甲级战犯的监狱 踏入2000年代 不是首选的这个宿命 会令池袋遭遇到什么呢 在东京市中心 很多人都会搭山手线 看路线图是一个很美的圆形 但实际看一看地图 山手线的形状 好像一个日本的青椒 再看看经过池袋那段路线 角度有点奇怪 穆白通往大宠那段 互应双边 并不会经过池袋 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会在池袋建设山手线的车闸 1885年山手线的前身 日本铁道丙川线开业 当时的路线是由丙川去到赤羽 途中经过穆克、涉谷、伸宿和穆白 伸宿和赤羽的路线途中经过池袋 但池袋只是有路轨和铁道的讯号 并没有车站 然后铁道网发展 连接上盘方面的路线 以为赤羽和穆白之间 开设新的车站 当初老舍的计划 就是经过穆白北方 一个叫习思谷的地方 去连结田端站 但之后发觉 完善要经过巢鸭监狱 计划被迫更改 之后Plan B计划 直接由穆白站分叉到田端站 但计划并没有那么顺利 穆白当时已经有很多居民居住 反对穆白站扩建 Plan B未能实现 在没办法之下 再制定Plan C 就是在穆白和田端之间 去找可以建设火车站的地方 因为Plan B受到居民反对 负责人都很怕再受居民反对 有人灵机一触 就找了当时是一片荒野的池袋 那就没有居民去反对 结果原本不是建设车站候选地方的池袋 在1903年幸运地在一片荒野之中 开始第一个火车站 而池袋这个地方 并不是首选的宿命 也正式打开序幕 山手线的前身品川线多了一条分支 连接田端和池袋 这条支线就明明为封岛线 日后就成为山手线的一部分 现在山手线的木白和田端站之间的路线 并不是一个很漂亮的户型 就是因为原本的计划改变了 1885年品川线路轨通过池袋 池袋站一带确实是一片荒地 仁燕汽梭 300年前的江湖时代 在新宿特七都介绍过的神田村 另外还有苗正子村这两条河 在距离池袋10公里 一个叫落合的地方汇袋 而落合这个日文的意思 正正就是两条河汇袋的地方 落合当时是观看营火虫的圣地 当地河水清澈 适合营火虫生息 夏天会吸引游客一边乘凉 一边观赏营火虫 之后去到百多年前的明治时代起 染布职人追求清澈的河水去染布 落合就成为染布的圣地 全盛期有300间以上的染布工房 而染布也维持到1960年代 去到70年代曾经有活动去再生当地的营火虫 而去到近几年只剩下十几间左右 拥有传统染布技术的工房 人类的活动和大自然要共存 并不让业 日本有很多地方城市都有电车行驶 例如广岛的广岛电铁和京都的南山电车 原来东京都有路面电车 名为都电方川线 行驶的地段并不是游客区 也不是市中心 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知道的也未必踏过 20年代初 都电有很多条路线 去到1969年为止 池代火车站旁边 都有路面电车的车站 由池代火车站开出的路面电车 是通往银座附近的素技屋桥 虽然在池代火车站旁边的电车站已经清拆 加上都电大部分的路线已经废线 但是到现在还有电车通过池代 都电现存只有一条路线 叫做方川线 由祖道电大学旁边的祖道田站 开往东京东北部方川区的三支轮站 途中就经过东池代四丁木站 这个站的别名叫做Sunshine前站 我在东京住了15年以上 都从来没搭过都电 搬到来京都半年后 重临东京 才发现东京一些魅力 我去到池代出名的Sunshine City 送到上网查一查 原来发觉都电是有经过池代Sunshine附近 我就想去试搭一下都电 最近的车站名叫Sunshine前站 但是这个站 来Sunshine City有一段很大距离 步行最少要走15分钟 大家下次去到池代 想试搭都电的时候 记住要留意 都电的月台是自由出入的 就算不搭车也可以上月台 可以走到很近的影像也可以 都电的车厢分别前面和后面 有两道车门 在前面的车门上车和入车 而下车是用后面的车门 都电的车厢只有一卡 而司机在后面有一个一人座位 最适合就是喜欢看风景的人 都电看起来好像有些残疚 的确达都电的人并不多 而且都电行驶的路线也不是旺区 它为了帮助收入 大部分都电的车辆都贴有广告 只有小部分车辆是以原本设计的外貌行走 喜欢拍照 喜欢带路线的朋友 记得留意一下 胖胖运气 看看能否找到自己心仪的车辆 我去搭刀店实际上一个明确目的地 就是去远赛一站的杂斯谷 杂斯谷这个地方不是游客区 没有大型的购物中心 也没有商店街 但这里有一个 迟代历史最悠久的字院 鬼子墓神堂 鬼子墓神堂并不是神社 而是佛教的字院 在刀殿杂司谷站下车后 走不久就会看到鬼子墓神堂的参道 两边都种了很多大型的举树 在市居附近并不是容易找到 有地道气氛的地方 这里的风景并不被京都讯息 鬼子墓神堂已经有五百年历史 它的源头和浅草籽有些相似 相传有人在井里挖到鬼子墓的佛像 之后就兴建佛堂来安放这个佛像 虽然这里是一个佛堂 但外形好像一个神社 而且还有很多日本人都以为 鬼子墓神堂是一个神社 佛堂建筑很宏伟 我上过去参拜 在佛堂上走 木地板会发出嘰嘰声 我都尽量很轻力地走 很害怕踩破一间佛堂 杂司谷这个地方有一间佛堂 人流不绝 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 写铁路选址会考虑杂司谷 而不会考虑池袋 鬼子墓是祈求安产 难怪旁边的公园住了这么多猫 猫应该很诚心地 每天去鬼子墓神堂参拜 所以代代都生了这么多猫 公园的猫就让神堂参拜的人得到位值 说回池袋 池袋建了车站 但周围都是荒野 为什么会发展到使用成合牌第三位的车站呢 池袋火车站有两大百货公司 在车站有东口 有西无百货 而在西口就有东无百货 不是住在池袋的日本人经常都会搞错 究竟是哪一个设计到这样 搞到这么混乱呢 其实原因就是跟池袋的宿命有很大关系 东武东上线的车站在池袋的西口方面 很多去东京学日文的留学生 都会住在东武东上线一个叫大山的站的附近 东上线当初计划是连接东京和新式 途中会经过群马远 而原本计划在东京的起点 并不是一片荒野的池袋 而是在繁荣城市大厨和茶画附近的 一个叫铅石的地方 20世纪初当时东京主义的交通工具 就是路面电车 东上线由铅石这个地方出发的话 就要穿过路面电车的路轨 设计上有问题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要做一个很大的工程 也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对 铁路的高层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就将起点改为 连加地下铁远之内线新大重站这个地方的附近 而在建铁路计划的同时 池袋还是一大片荒地 地价很便宜 立教大学和学艺大学都在池袋兴建校舍 铁道高层知道几间大学 纷纷在池袋兴建校舍 就把握池袋这个地方的发展潜力 最终将东上线的起点改去池袋 东上线的路线是向西北延伸到旗玉园的寄居 而并不是东上线 那为什么会称为东上线呢 东上线里面的东是指东京 而上就是指以前称为上野国的群马园 东上这个名字并不是指路线延伸的方向 也跟池袋站哪一个方位无关 去到1914年 东上线就以池袋为起点正式通车 证明了池袋并不是首选这个宿命 西武铁道的通车也跟池袋并不是首选这个宿命有很大的关系 西武池袋线当时称为武藏野轻辩铁路 原本的计划是连接其肉远的范囊 和东京的旺区巢鸭 并且巢鸭站可以转车去到山首线 武藏野轻辩铁路为什么突然将总站由旺区巢鸭 改到还是一片荒野的池袋 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迷 很多人都会推测当时池袋渐渐发展 政府想开发更多土地 而暗中要求武藏野轻辩铁路 要将车站改到池袋 这件事又一次引证池袋并不是首选的这个宿命 1915年武藏野轻辩铁路通车 车站就在现在池袋站东口方面 二战之后就与西武铁路合并成为西武池袋线 东口有西武 西口有东武 并不是由人决定 而是池袋这个宿命导致的结果 说到这里你可能有些不太舒畅 就介绍一个小小的冷知识给你知道吧 东武和西武里的武其实是指武藏国 即是古时东京和江湖一带的地方名 东武铁路通过武藏国的东方 西武铁路通过武藏国的西方 所以就分别取名为东武和西武 有机会你不如考考住在东京的香港人 究竟他们知不知道 除了火车站落城和通车 池袋火车站一带发展惊人 但毕竟池袋这个地方四周都是一遍荒野 除了火车站以外的地方 发展根本就追不上 很多日本人到现在都会嘲笑池袋只有火车站 而其他地方是什么都没有 去过池袋的人都可能会为池袋辩护 因为池袋有太阳城 我们在日本生活都会叫太阳城叫Sunshine City 因为太阳城这个名字就是池袋北口 卖国货的雜货店的店名字 日本的地方名和建筑物的名字 很多时候都很有巧妙 称为Sunshine City这个地方 其实昔日就是充满黑暗 Sunshine City里面的Sunshine 60大厦 是在1978年落成 直到1985年都是东洋最高的大厦 最高的60楼是展望台 可以一览东京一带 以及可以看到富士山 Sunshine City和Sunshine 60大厦的所在地 昔日就是东京拘留所 或者称为巢鸭监狱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是收容政治犯 而在二战之后主要是收容战犯 而在监狱里面还有刑场 曾经有52个B级和C级战犯 另外还有7个A级战犯 被压送和通过13号铁门 被执行搞刑而租处决 里面还包括1948年平安夜前夕 租行刑的A级战犯 冬条应计 去到1971年巢鸭监狱封闭 清拆后部分用地 就用来再开发成为Sunshine City和Sunshine 60大厦 而正当土地就成为现在的东池代中央公园 公园里面一角威宁兼和平纪念碑 定期都有日本人去供奉祭品 而走到纪念碑的背后就会看到一段文字 是写着这一个地方是执行战犯死刑的地方 建立这个碑 希望不要再重复战争所带来的悲剧 Sunshine 60和Sunshine City购物设施兴建后 为这个地方带来光芒 假日一家大小都会来这里玩 来这里买东西 一洗昔日暗黑的形象 也成为迟代还有经济急速发展的日本的一个地表 又来到介绍黑店区的时间 之前两集都有介绍过 新宿和涉谷的黑店区 你又知不知道池代的黑店区在哪里呢 出了池代火车站东口 过了一条马路 就会去到激安之联堂和山田电基 附近的小巷里面都有很多食店 这里就是东口的黑店区 而车站相反出口的北口 现在还有很多国货公司和食店 这里就是北口的黑店区 东口和西口合共有一千间以上的黑店 东口的发展比较早 有各大电器店 地方比较清洁和整理 而北口那边发展比较迟 去到60年代才清拆了所有的黑店 过了60年 北口这边仍然展示了少少 战后黑店区的风格 池代常被人和新宿和涉谷作比较 原因就是池代、新宿、涉谷这三个地方 合共称为库刀深 地下铁库刀深线之所以得名 就是因为它的路线通过这三个城市 在名气上池代都比不上 新宿和涉谷这两个地方 但池代也有领先的地方 就是文化发展 日本的漫画瓷名全世界 池代就引约了一班漫画大师 和漫画仙驱 在50年代 日本漫画仙驱和大师 首宠自从 由兵库院的宝宠 搬到来东京发展 当时还未出名的首宠自从大师 过着这些很贫苦的生活 去到南长崎 在一间叫上盘庄的木造公寓下脚 在南长崎的上盘庄 就是来池代火车站三公里 搭西武池代线的话 搭两个站 就是去到东长崎 下车行几分钟 就会去到上盘庄 在这里说的南长崎和东长崎 这地方 就和九州的长崎 是没有任何关系 在日本全国都有几个地方 都要称为长崎 包括南长崎这一带 在50年代就集合了不少的艺术家 这里的屋中又便宜 而屋子也兼备供放 很适合雕刻家和画家 去作艺术的创作 当时的人都会称这一带叫做 《池代蒙柏纳斯》 就是取名于法国巴黎艺术城市 蒙柏纳斯 当时的上盘庄 有很多努力争取上位的大师级漫画家 除了首宠自从之外 还有《多拉A梦》的作者 藤子F不义雄 《Q太郎》的作者 藤子不义雄A 搞笑漫画雅重的作者 赤重不义库 以及特殖作品的先驱 蒙面超人作者 石森张太郎等等的大师 他们引领日本的漫画文化 令到小朋友 甚至大人都享受到快乐的时光 1982年 常盘庄因为老化而租清策 池代市政府竟然没有发觉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不过去到2020年 在常盘庄原址附近 南长旗花小公园里 常盘庄以漫画博物馆的形式复活 下次再去东京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漫画博物馆逛一逛 以及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常盘庄和各个漫画大师的事迹 池代在东京二十三区里面之中 唯一租列入有灭亡危机的城市 人口不断减少 城市的将来令人担心 池代的宿命就是并非首选 池代过了这么多年 真的不能摆脱这个宿命吗 池代要续命的话 已经不能只靠一个大型的火车站 论购物池代比不上新宿 论潮流文化也比不上涉谷 究竟池代可以怎么走呢 池代现在就选择了艺术文化 做自己的强项 希望成为首选城市 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 上盘庄引药了很多漫画大师 二千年代Sunshine City旁边的动漫店铺 发展成以少女为中心的月女路 而去到2020年东口Big Camp后面的位置 再开发计划完成 有三座新的大厦形成 这个地方就叫做哈利萨池代 这里有八个艺术文化设施 里面包括大型的戏院 文化会堂 新式设备齐传的Studio 而另外在西口那边 有东京艺术剧场 和改建了的池代西口公园 公园每个星期都会举办免费的音乐会 池代这个地方 与新宿、涉谷 还有其他东京的城市分道扬彪 找尋自己的未来 成为市民和游客的首选城市 池代火车站已不再是池代的最终目的地 而成为通往池代各个景点的中继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